最近有个朋友私信为小曾 他在给汽车测量机油的时候 发现机油尺超过了上线的一厘米左右 这样对发动机有伤害吗 首先我们要确定测量机油尺的方法是否正确 正确的做法是找一个水平的路面 靠边熄火 等待十分钟以后再测量 正确的机油页面 在机油客头尺的上线和下线之间的位置 如果是量车测量 因为长时间的放置 机油大量的流回油底壳 就导致了测得的机油页面偏高 不具备参考意义 如果是热车测量的时候 机油分布在发动机需要润滑的部件的表面 测得的机油又偏低 也不具备参考的意义 所以要先学会测量机油的正确方法 那机油加多了有什么危害呢 第一个机油加多了油压会增大 造成发动机内部部件的运转不良 影响发动机的动力输出 也就使得我们发动机使不上劲 第二个呢 就是机油加的太晚 取柔通风箱的压力增大 会使一部分的机油进入到燃烧室 造成烧机油的现象 尾气冒蓝烟 而且还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三约催化器的寿命变短 第三个机油进入到燃烧室之后 就是会造成这个燃烧不充分 形成粘稠的焦状物也就更加容易形成积碳 小曾觉得危害最大的这一点呢 还是机油加太多了 会使这个机油压力增大 对油风呢会有伤害 会降低这个曲轴油风的这个寿命 甚至会出现漏机油的这种现象 这个呢就非常麻烦了 而且呢换一个油风的价格呢 还不便宜 虽然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啊 对发动机的机油刻度啊 留有余量 以小曾的经验来说啊 如果是超出五毫米啊 还在安全范围之内 如果已经超出一厘米了 你就必须要抽出来了 轻则发动机有力使不出 重则呢烧机油 小曾啊亲眼见过 因为机油加多了 而导致气门湿盖漏油的 如果你的车出现了严重烧机油的情况 超过一厘米啊 那你可以放心的使用 如果你的车不烧机油的话 还是尽量的把它抽出来吧 下面小曾再给大家总结两个机油的小常识 第一个我们在选择机油的标准 它的原则就是宁愁无息 机油选的愁了 最多呢发动机的就是油耗会升高 动力会下降 对车呢没有任何的损伤 如果选择机油选吸了 那就会导致这个发动机呢 有可能出现烧机油的情况 对发动机的损伤呢还是比较大的 第二个我们选择机油的时候啊 优先选择全合成机油 在同等参数下全合成机油比半合成 比矿物油 它的这个抗衰减的里程啊 更长 清洁性能也更好 润滑效果也更好 希望今天这个分享呢 可以帮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制造小的 谢谢大家